其實現在大家在搶疫苗 到底是BNT 郭董的BNT會先來 還是這個日本的AZ會先來 那美國又要給我們 什麼樣子的疫苗 那這些疫苗 不管是從哪個管道來 是不是越多越好 越快越好 才是重點 那如何讓它越快越多 這應該是包括了指揮中心 包括了所有熱心人士 一起努力的 那郭董這邊還有沒有空間 徐琳 我是覺得還在談 因為如果他確定破局了 原則上就說啦 就直接講破局 那我也認為 很多人講說 就算是郭董 也不一定拿得到現貨 我覺得如果事實狀況是這樣 那指揮中心應該也會直接講 他是沒有禍的 因為他沒有道理 這麼一個對政府 相對有利的說法 他不拿出來用 所以我認為應該是 差在一些細節上 怎麼繞過一些技術上的障礙 那剛剛明玉姐有講一個 非常關鍵叫做法律豁免 因為藥廠在做疫苗的時候 他不希望最後衍生求償的問題 所以原則上由政府 來負責這個事情 那當然在這個合約裡面 就會涉及到 由政府來負責這件事情 那關鍵其實是 他不願意講的是 如果這是一個三方契約 就是有把代理商的角色 跟利潤考慮進去的話 那這個EUA 我們政府發的EUA 在這整個契約裡面的定位 它是主權國家 中華民國政府 還是什麼台港澳地區政府 他怕的是這個東西文件 公諸於是 或者是未來有可能 被國台辦吃豆腐 卡是卡在這裡 這是我的評估 這是我的評估 這是政治問題 但是從法規的角度 剛剛我們在廣告時間 有討論一下 就是要事法有規定 原則上在這種 重大緊急危難的時候 是可以專案核准的 所以你這些 這個八門金鎖 八條規定 其實不一定要這麼多 要這麼嚴格 原則上你只要臉拉得下來 這個為了救命 大家要忍讓 這個決策下去 原則上它也是可以通過的 好 那這件事情 也要跟日本 要捐我們AZ疫苗 這件事情 共同考慮進來看 日本昨天的講法是說 我們要捐多少多少的疫苗 給COVAX和台灣 然後現在大概就是 如果他直接捐給台灣的話 他一樣會碰到你 EUA法律授權的問題 那是不是日本間接承認 主權國家 會不會有外交壓力 一定有 那他怎麼繞過這件事情 我倒覺得在這個過程中 有一個新的機會 我捐給COVAX 指明多少給台灣 如果日本的模式 是這樣走的話 那郭董的BNT模式 可不可以這樣走 我買五百萬接這個BNT 不管是不是透過上海復興 捐給COVAX 指定分配給台灣 搞不好這是一條 他們正在商量的出路 所以我覺得大家 我個人是希望 我是覺得人命優先 就是疫苗越多越快越好 但是中間有一些技術要繞過去 政府要拿出智慧來處理 沒有什麼關卡是繞不過去的 關鍵是你的決心要不要下 那我認為這件事情 大概兩三天之內 也都一定要水落石出 那政府既然要做決定 不管他是基於 他認為這個國家主權的尊嚴 等等比較重要 人命沒有那麼重要 還是認為先救命 後面的事情再說 還是要談在陽光下 讓大家檢視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比較正面的態度 其實對於郭董的這批BNT疫苗 就是救命的疫苗 其實大家最在意的是說 那這批疫苗只要是真疫苗 是原廠疫苗 沒有中間 大家也就用了 對 也沒有過期 沒有這些大家所質疑的品質問題 那法律問題 政治問題 用什麼方法能夠繞過去 讓救命疫苗能夠來台灣 這恐怕才是最重要 不然你看 現在我們的機場擠爆了 為什麼機場好久都很冷清 最近擠爆了 因為很多人到美國去打疫苗 現在美西的航線已經爆滿到六月 還有人是包了整個商務艙 然後花了四五百萬 就是要讓一家人去打疫苗 那這個蘇美航班 旅客爆滿了 商務艙 豪華經濟艙通通訂滿 出境的人數比入境多四倍 這一個機場的場景 大家還記得在去年的時候 是從美國有很多人回來 那也是一樣 大家穿了防護衣 現在是大家穿了防護衣 要到美國去打疫苗 就完全反向的移動 那其實長榮跟華航 都在這段期間加開了班機 六月七號開始 台北飛羅漢機航線 從三班加為美洲七班 需求量是非常的大 那甚至商務艙的機票 一張還要二十四萬 大家還搶著買 那竹科還跟航空公司包機位 送員工去美國打疫苗 那這個商務包機 已經排到七月底 我剛剛說六月 現在已經又訂到七月了 說在我們講話的時候 可能又訂到八月了 大部分是因為要去打疫苗 去預約的 到美國打疫苗 是因為台灣的疫苗 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來 那這個能夠訂機票到美國 去打疫苗的人 畢竟還是少數 大部分的人還是得等 政府什麼時間能夠讓大家打疫苗 那另外一個很離譜的事情 是今天居然有人拿著陽性檢驗證明 居然可以在台灣搭飛機到廈門 我們的松山機場的管理未免 也鬆散到一個不像話的地步 如果我們的機場管理都可以讓一個人 拿著中文檢驗報告上面寫著陽性兩個字 還可以大大大地上飛機 搭了立榮航空到達廈門 然後被發現這個飛機裡頭 居然有其他兩個人也確診 不知道是不是被陽性的患者給感染 那立榮航空的時候他們也不知道 為什麼這個人可以離開隔離所 在機場也沒有據時寫他的健康聲明書 然後這個檢測報告上面是陽性 他說是一時疏忽 我們3加11的疏忽造成這麼大個破口 我們的機場居然沒有學會教訓 那這個本來莊人祥還說 這不用處分航空公司 現在民航局說要對這個航空公司做處分 這件事真的也太離譜了吧 就是這個人自己讀不懂報告 不知道陽性就是確診的意思 但是他都知道陽性就確診了吧 我女兒不知道 我女兒說陽性不是應該沒事的 沒有 這個人當然是刻意的 他是想要闖關 那為什麼我們的機場的把關 把成這樣實在太離譜了 他為什麼能出門 他出門的時候 居家系統就要通報了嘛 所以他這個是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確診 都是校正回歸 我跟你說他那些有些是錯的 像我有一個選民 他有一天打電話給我 他說他接到一個簡訊 上面寫的電話是他的 然後說他不可以跑離開他的住所 就在屏東 地址在屏東 那他我信義區的選民 他收到的是搞錯了 把那個屏東的隔離的人 變成是他 所以真的有這種狀況 那你出去就不會收到通知 而且蘇區本人收到通知 這個本人是蓄意想要逃跑 這個本人是蓄意想要闖關 所以他怎麼離開這一個隔離所的 或是他在得到確診通知的時候 他可能在家裡 我們現在都延遲很久 就是說當事人已經知道他確診了 地方的衛生單位知道他確診 不知道是五天還是三天 還是幾天以後 所以你要匡列他 的確是有很大的空窗期 那重點是我們的機場吧 你本來就是要有三天的陰性證明 你才能夠登飛機 結果你拿了一個陽性證明 你還是上飛機 這才應該是最離譜的地方 第一個他那個是中文不是英文 所以大家 你看他上面寫說是中文檢測報告 那這個就沒有什麼好解釋 第二個我看今天長榮工會 他們發了一封信 那他們完全沒有在檢討這件事情 他們檢討的是說 航空公司給他們的防護不夠 他就說那我們第一線 我們當然可以體會 就是他們第一線的人員 你要接觸到這個 你不知道是陰性陽性的 他說他就應該認為說 公司要發給他們 像什麼防護衣 手套什麼什麼的 因為他們現在只有一套 要從早穿到晚 可是我會覺得說 你長榮工會 你第一件事情 你出來是指責公司 給你們的防護不夠 那是他們自己內部的問題 那第二個 就是說 現在大家可以講說 這個 有人直接講說 這是不是人臉辨識器 因為現在就是說 他們去登機 為了避免這個接觸 像日本已經是這樣了 就人臉辨識器 可是因為你要把 你口罩要不要拿下來 因為現在台灣 好像還不是人臉辨識器出去 所以這個是 這個 他們今天有一個解釋 就是說因為那個航空 航空的地勤人員 因為他們擔心說 這個每個人把口罩 拉下來 拉下來 他們是要人臉辨識 所以你要把口罩拉下來 會造成接觸 所以現在看起來 口罩是沒有拉下來 給你辨識的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漏洞 不然你要看 你看他的那個報告 你看都不看 然後你護照你也沒有驗 然後你就讓他直接出去 重點是他沒有給他陰性報告 他給的他是陽性報告 而且是中文 對啊 他給的是陽性報告 這個要有陰性報告 你才能登機不是嗎 然後我們現在什麼健保卡 什麼都能註記了 連你去過萬華 都可以幫你註記了 那為什麼你確診 在護照的入出鏡系統上面 卻不能註記 就我們該註記的不註記 不註記的註記一大堆 不是現在 這是一個很大的漏洞 我們可以讓人這樣出去 我們可能也會讓人這樣子進來 這才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我們先進廣告 大家好 我是平秀玲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在評論無雙的電視節目上面呢 會為您分析最新的時事新聞 深入的追蹤 加入我們評論無雙YouTube頻道的會員 專屬的影片 專屬的徽章 我們無限不散喔